利夫 防守之后直接给过来 是一次助攻 好球 对 助名阵 调整一下节奏 再补 哦 好球 这个真是很巧 力量也非常大 利夫 这个时间不多了 必须得投了 就是防守意图很明显 就是 防篮下 给你投 他利用自己的速度 这也就是过程大 太积极了 给快乐节奏 来了 漂亮 打球态度很端正 然后身体素质不是那种爆炸型的 但是很丝滑 并且能跑能跳 非常的积极 这一次扣篮 其实我们要知道 他在前面是先封盖了哈斯 对 然后再去参与快攻 这样的 我们说比赛的这种态度 因为值得我们所有球员去学习 尤其是我们说在这个内线的这个位置上 是 嗯 看 还是继续对位 哈哈哈 对 哦 这边篮下有机会 又是一个空间 这个好像在看 很大 是啊 哇 利夫 真的好巧 哎 利夫 又是利夫 从前为止 6530 15分5个篮板 而且命中率相当高 12中7 嗯 利夫来了 哈哈哈 大勾手 对 利夫的这个 我们说 利夫来了 哇 广州这边呢 李延哲上去就受限犯规 上利夫体能受限 我们说就是犯规 或者体能下降 还有邹宇晨 广州队这个三文线外 找到准星的时候 头一凡也是能够去 用这个三文球 跟对方 我们说相持住 对 又冲起来了 哇 这个球 如果这个 这球打进了 是打击联防信心的 嗯 哦 非常好 完全罩住了 是 利夫再来抢起 这次是造成了犯规 就是 特别理性的把它分析清楚 对 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对 来继续看球 刚才加伐之后呢 是北控现在领先着五分 六三年 通过这样神奇的方式 得分破二十 回过来 利夫不为所动 特地调整了一下 弧度和力道 没敢发力啊 结果短了 湖顶利夫的三分 进不进 有了 哦 利夫本场比赛 第一个三文球 来自于第四节 很关键的时刻 嗯 分差现在剩三分了 甩圆角 接球往内线给 给的很显 再起打进 不容易啊 停球 转移 利夫突进 哦 慢的 哦 这么关键的时刻 这么潇洒的方式啊 对啊 给到陈英俊 给到陈英俊 突破 要两分 给空间 我用空间的方法打平了 要两分 就是相信自己球队 还有五秒钟 相信自己球队进加时 然能够 运球出手 没有球进 哦 这就是这样啊 那 再来看刚才的战术啊 嗯 利夫做完挡拆之后 这一边 程序的突破 恰到好处 吸引了 对 这边是孙通林的防守啊 哎 三文球一个 一个三分 一个三加一 逼的就是广州换了盯人 利夫又来了 哇 利夫啊 对 给到国凯突进 哎呦 这个球利夫抢回来前场 来满球 陈英俊再投大号的三分 哇 球进了 打到加时赛 陈英俊得分才上双 就是不打算给北控队留时间 利夫带球过前场 杀进来一条龙 球进了 但是仍然有10点2秒啊 这个是不是打得有点快啊 我就在 我就手半场等你就行 我不犯规啊 再把分出来 再给贾宁出三分球 这个时候没有投进 来吧 第二加时赛向我们走来了 左球第一脚 啊 我完断了 利夫 43分 还能发进 控连续三个三分球投进 利夫要投吗 错位要打篮下了 背身打转过来 扛一步 还能放进 极其成功的加时赛的表现 三分不进 抢到篮板 这样可以提提 恭喜北空的这个三连胜 对 可以讲是 北空加时赛最大的赢球工程 兰兹伯格抢下了 这个有纪念意义的防守篮板 让这场比赛 最终比分定格在了 119比119